本來韓國瑜的分身 也就是李嘉芬 可以跟馬英九同框 不過這個同框的狀況 一前一後又沒見到面了 因為李嘉芬遲到了 而且遲到的原因 當然他不是故意的 我現在還是認為他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在高雄參加活動 然後為了要趕到台北 來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要坐高鐵 我們的高鐵 高雄到台北的班次 其實常常會出現一個狀況 你知道這裡面有直達車 跟每一站都停 直達車跟每一站都停 那個一叉就是四五十分鐘 所以如果你能夠搭到 可是問題是 你這一班直達車一旦錯過了 你下一班直達車 其實就要等很久 我相信他們為了要讓李嘉芬 能夠趕到一定細細的 去計算了之後 然後讓他去搭了那個直達車 結果一旦錯過了那個直達車 你後面的話就會拖很久 可是這個就回來 就是說 當然我必須說 同框能不能夠化解 這個韓馬之間的這種心結 我覺得都是有限 我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才是真正能夠解決心結的方法 可是這裡面凸顯出來 他們的時間管理問題 需要快速的趕上 我其實跟很多的政治人物接觸過 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是 對於時間控管的能力 就是非常的差 那有一些人時間控管能力 就是非常的精準 這個其實是有個性問題 那他們現在的情況是 過去他們是十年寒窗無人問 如果突然之間 他們變得非常 非常炙手可熱的時候 他到每一個場合 就會有很多人要來跟他們拍照 我們心理學上面 眼前的事情都會變得最重要 他們就會捨不得這些人 然後以至於每一場就拖 所以物料必須把每一場的時間 控管拉長一點 他們才可能克服這個問題 否則的話就是無解的 不斷不斷的